2022年1月25日 北京冬奥村的整体运行情况 会谈结束后 萨玛兰奇和杨树安一同参观 北京冬奥村广场区运动员餐厅和居住区 并与志愿者进行亲切交流 沈千帆代表北京冬奥村 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火灰葫芦赠送给萨玛兰奇 这只火灰葫芦会有兰花 象征着富贵 平安 吉祥 如意